老人看见他在游来,看出这是条毫无畏惧而坚决为所欲为的鲨鱼。 他准备好了鱼叉,系进了绳子,以免注视着鲨鱼向前游来。 绳子短了,缺了他割下用来绑鱼的那一截儿。 老人此刻,头脑清醒正常,充满了决心,但并不抱着多少希望。 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 他想,他注视着鲨鱼在逼近,抽空朝那条大鱼望上一眼。 这简直等于是一场梦。 他想,我没法阻止他来袭击我,但是也许我能弄死他。 等多作杀,叫你妈交上厄运吧! 鲨鱼飞速逼近传手。 他袭击那鱼的时候,老人看见他张开了嘴,看见他那双奇异的眼睛。 他朝前咬住鱼尾巴上面一点地方的鱼肉,牙齿咯吱咯吱的响。 鲨鱼的头露出在水面上,背部正在出水,老人听见那条大鱼的皮肉被撕裂的声音。 这时,他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他两眼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 这两条线实在是并不存在的,只有那沉重尖锐的蓝色脑袋,两只大眼睛和那咯吱作响,伸向前去吞噬一切的两额。 但那儿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便直朝他扎去,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护着鲜血的双手把一只好鱼叉向他扎去。 他扎它,并不抱着希望,但是带着决心和满腔的恶意。 鲨鱼翻了个身,老人看出,他眼睛里已经没有生气了。 跟着,他又翻了个身,自行缠上了两道绳子。 老人知道,这鲨鱼快死了,但他还是不肯认输。 他这时,肚皮朝上,尾巴扑打着,两额鸽吱作响,像一条快艇般的滑破水面。 海水被他的尾巴拍打起一片白色浪花,他四分之三的身体露出在水面上。 这时,绳子给绳子给绳紧了,抖了一下,啪的,断了。 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片刻,老人紧盯着他。 然后,他慢慢地沉下去了。 他咬掉了约莫四十磅肉。 老人说出声来。 他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还有整条绳子。 他想,而且现在,我这条鱼又在淌鲜,其他鲨鱼也会来的。 他不忍心再朝着死鱼看上一眼,因为他已经被咬得残缺不全了。 鱼挨到袭击的时候,他感到就像自己挨到袭击一样。 他想,可是,可是我杀死了这条袭击我的鱼的鲨鱼。 他想,而他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灯多锁煞。 天知道,天知道,我见过好些大的呢。 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 他想,但愿这是一场梦。 我根本没有钓上这条鱼,正独自躺在床上铺的旧报纸上。 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 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然而,我很痛心,把这条鱼给杀了。 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刻要来了,可我连鱼叉也没有。 这条灯多锁煞是残忍能干强壮而聪明的。 但是,我比他更聪明,也许并不。 他想,也许我仅仅是武器比他强。 别思索了,老家伙。 他说出声来。 顺着这航线行驶,事到临头再对付吧。 但是,我一定要思索。 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儿可干了。 这件事儿还有棒球赛可想。 不知道,那了不起的地板机傲可会喜欢我那样击中他的脑子,还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他想,任何人都做得到。 但是,你可以以为我这双受伤的手跟骨翠一样是个很大的不利条件。 我没法知道。 我的脚后梗从没出过毛病,除了有一次在游水时踩着了一条海鸯鱼,被他扎了一下,小腿麻痹了,痛得真受不了。 想点开心的事儿吧,老家伙儿。 他说,每过一分钟,你就离家进一步。 丢了四十磅鱼肉,你航行起来更轻快了。 他很清楚,等他驶进了海流的中部,会发生什么事儿。 可是眼下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不,有办法。 他说出声来。 我可以把刀子绑在一只脚的把子上。 于是,他隔着窝里,夹着舵饼,一只脚踩住了翻脚锁,就这样干了。 行啊。 他说,我照就是个老头儿,不过我是没有武器的了。 这时,风挂得强劲些了。 他顺利地航行着。 他只须顶着鱼的上半身,恢复了一点儿希望。 不抱希望才蠢啊。 他想。 再说,我认为这是一桩罪过。 别想罪过了。 他想。 麻烦已经够多了,还想什么罪过。 何况,我根本不懂这个。 我根本不懂这个。 也说不准,我是不是相信这个。 也许杀死这条鱼,是一桩罪过。 我看,该是罪过。 尽管我是为了养活自己,并且给许多人吃用才这样干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什么事都得是罪过呀。 别想罪过了。 现在想他,也实在太迟了。 而且,有些人是拿了钱来干这个的。 让他们去考虑吧。 你天生是个渔夫。 正如那鱼,天生就是一条鱼一样。 圣彼得罗是个渔夫,跟那了不提的蒂玛吉尔的父亲一样。 但是,他喜欢去想一切他给卷在里头的事儿。 而且因为没有书报可看,并且没有收音机,他就想得很多,只顾想着罪过。 你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把鱼卖了买食品才杀死他的。 他想。 你杀死他,是为了自尊心,因为你是个渔夫。 他活着的时候,你爱他。 他死了,你还是爱他。 如果你爱他,杀死他,就不是罪过,要不是更大的罪过吧。 你想得太多了,老家伙。 他说出声来。 但是,你很乐意杀死那条灯多锁杀。 他想,他跟你一样,靠吃活鱼维持生命。 他不是食府动物,也不像有些鲨鱼那样,只知道游来游去,满足食欲。 他是美丽而崇高的,见什么都不怕。 我杀死他。 我杀死他,是为了自尊。 老人说出声来。 而且杀得很利索。 再说。 他想。 每样东西,都杀死别的东西。 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捕鱼养活了我。 同样,你快把我害死了。 那男孩使我活得下去。 他想。 我不能过分地欺骗自己。 他把身子探出传弦, 从鱼身上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肉。 他咀嚼着,觉得肉质很好,味道鲜美。 又坚实又多汁,像牲口的肉。 不过,不是红色的。 一点筋也没有。 他知道在市场上能卖最高的价钱。 可是没有办法让他的气味不散步到水里去。 老人知道,糟糕透顶的时刻,就快来到。 风持续地吹着。 他稍微转向东北方。 他明白,这表明他不会停息。 老人朝前方望去,不见一丝欢迎,也看不见任何一只船的船身或冒出的烟。 只有从他船头下跃起的飞鱼向两边逃去。 还有一滩滩黄色的马尾枣,他连一只鸟也看不见。 他已经航行了两个钟点,在船上歇着。 有时候从大马鲤鱼身上撕下一点儿肉来嚼,努力休息,保持精力。 这时,他看到了两条鲨鱼中首先露面的那一条。 哎! 他说出声来。 这个词是没法翻译的,也许不过是一个响声,就像一个人觉得钉子穿过他的双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声音。 ——加拉诺沙! 他说出声来。 他看见另一片棋在第一片的背后冒出水来。 根据这褐色的三角形棋和甩来甩去的尾巴,认出他们正是铲鼻沙。 他们嗅到了血腥味,激动起来。 因为饿昏了头,激动得一会儿迷失了秀气,一会儿又嗅到了。 可是他们始终在逼近。 老人借紧翻角锁,卡住了垛饼,然后他拿起上面绑着刀子的桨。 他尽量轻巧地把它举起来,因为他的双手痛得不听使唤了。 随后他把手张开,再轻轻捏住了桨,让双手松弛下来。 他紧紧地把手合拢,让他们忍受了痛愁而不致缩回去,以免注视着鲨鱼再过来。 他这时看得见他们那又宽又扁的铲子形的头和尖端呈白色的宽阔的胸鳍。 他们是恶毒的鲨鱼,气味难闻,既杀害其他的鱼,以吃腐烂的子鱼。 饥饿的时候,他们会咬船上的酱或者舵。 正是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的时候咬掉他们的脚和骑撞只。 如果碰到饥饿的时候,也会在水里袭击人,即使这人身上并没有雨血或粘液的腥味。 哎!老人说,加拉诺沙,来吧,加拉诺沙。 他们来了,但是他们来的方式和那条灰青沙的不同。 有一条鲨鱼转了个身,钻到小帆船底下不见了。 等他用嘴拉扯死鱼时,老人觉得这小帆船在晃动。 另一条,用他一条缝饰的黄眼睛注视着老人,然后飞快地游来。 半圆形的上下颚大大的张开着,朝于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咬去。 他褐色的头顶以及脑子跟脊髓相连处的背脊上有道清清楚楚的纹路。 老人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扎进去。 拔出来,再扎进这鲨鱼的黄色猫眼。 鲨鱼放开了咬住的鱼,身子朝下溜,临死时还把咬下的肉吞了下去。 另一条鲨鱼正在咬捏那条鱼,弄得小帆船还在摇晃。 老人就放松了翻脚锁,让小帆船横过来,使鲨鱼从船底下暴露出来。 他一看见鲨鱼,就从船舷上探出身子,一将朝他戳去。 他只戳在肉上,但鲨鱼的皮紧绷着,刀子几乎戳不进去。 这一戳不仅镇痛了他那双手,也镇痛了他的肩膀。 但是鲨鱼迅速地浮上来,露出了脑袋。 老人趁他的鼻子伸出水面,挨上那条鱼的时候,对准他扁平的脑袋正中,扎去。 老人拔出刀刃,朝同一地方又扎了那鲨鱼一下。 他依旧紧锁着上下颚,咬住了鱼不放。 老人一刀戳进他的左眼,鲨鱼还是掉在那里。 还不够吗? 老人说着,把刀刃戳进他的脊骨和脑子之间。 这时扎起来很容易,他感到他的软骨折断了。 老人把蒋倒过来,把蒋片插进鲨鱼的两额之间,想把他的嘴撬开。 他把蒋片一扭,鲨鱼松开了嘴,溜开了。 他说:"走吧,加拉诺沙,溜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吧,去找你的朋友,也许那是你的妈妈吧。 老人擦了擦刀刀刃,把蒋放下。 然后他摸到了翻脚锁。 翻鼓起来了,他把小帆船顺着原来的航线驶去。 他们一定把这鱼吃掉了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上好的肉。 他说出声来。 但愿这是一场梦,我压根儿没有钓上它。 我为这事儿感到抱歉,鱼啊,把这一切都搞糟了。 他顿住了,此刻不想吵鱼望了。 他流尽了血,被海水冲刷着。 看上去像镜子背面镀的银色,身上的条纹依旧看得出来。 我远不该出海这么远的,鱼啊。 他说,对你对我都不好。 我感到抱歉,鱼啊。 得了。 他对自己说。 留意看看那帮刀子的绳子,看看有没有断。 然后把你的手弄好,因为还有鲨鱼要来呢。 但愿有块石头可以磨磨刀。 老人检查了绑在蒋把子上的刀子后说。 我原该带一块磨石来的。 你该带来的东西多着呢? 他想。 但是你没带来。 老家伙呀! 眼下可不是想你缺乏什么东西的时候。 想想你用手头现有的东西能做什么事儿吧。 你给了我多少忠告啊? 他说出声来。 我听得咽死了。 他把刀饼夹在鸽子窝里,把双手都进在水里。 小帆船朝前驶去。 天知道最后那条鲨鱼咬掉了多少鱼肉。 他说。 这船现在可轻多了。 他不愿, 他不愿去想那鱼残缺不全的肚子。 他知道, 鲨鱼每次猛地撞上去, 总要撕去一点肉。 还知道, 于此刻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道细技, 宽得像条公路, 鲨鱼穿过海面。 鲨鱼穿过海面。 这一道鲨鱼。 这一道鲨鱼那个鲨鱼�鱼区。 这一道鲨鱼,